不认识 是我带母后的衣冠去封后大典错了 还是我拒不承认下毒错了 小安子已经招了 是你指使他毒害凤旋 他招什么 父皇就戏什么吗 好 就是我 就是我毒害凤旋的 反正你们都认定是我了 父皇这样对我 就像当初对母后一样 母后就是因为父皇才一语而终的 放肆 大皇子 以末将看来 大皇子不如接受皇上的安排 远走北疆 韬光养晦 积蓄实力 不认识 大皇子 大皇子 已为大皇子 寻得两位绝世高人 为大皇子传授武功兵法 末将在北疆 已经为大皇子安排妥善 确保大皇子的安全 他还以为往之后 不会给我的 赵 阿将 最俺的 一九千铁 宫 你 不认识 隐划 他们 还不认识 还不认识 不认识 有 大皇子放心 末将一定会全力助大皇子 完成校会先后的遗愿 大皇子 校会先后生前还有一个交代 希望大皇子将来能娶小女私语为妻 好 既是母后一命 凤凌定当尊重 凤凌 你赶紧 去吧 管子 小姐 凤铃 只有干粮了 你饿了吧 凑合着吃点 我不饿 你不饿我饿 来来来来 等一下 要是凤铃不饿呢 就给你吃 别抢啊 喂 喂 我是你亲哥 还有吗 没有了 为何 我饿了 我知道 我还不饿 这样我把我这半个给你 好吧 够张一把 你坐这儿吃 来 还有水 来 我给你腾地儿 来 吃吧 追 尤寒 月正 你为了我 上山学艺苦练八年 现在又要忍受 与父母分离之苦 跟我到北疆荒漠之地 真是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不是说以后不需要 再说这种话了吗 我早就决定 要和你一生相守 永远不分离的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 你也吃了 我 师妹 你还是这么调皮啊 二师兄 你真是好眼力啊 师妹 你真是好眼力啊 你还是这么调皮啊 请坐 师妹 今天怎么突然到杜白山来了 我有一件事情很疑惑 专程来找二师兄 月征大婚的当日 刺杀凤林的刺客 他的剑法跟我们师出同门 师兄 师父当年只收了我们四个人 所以我才想此人跟大师兄 或小师妹有关 师兄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多年阴心全无 不过师妹 毋须担心 我自会帮你查探清楚 好 有你二师兄出面我就放心了 我一直担心我们同门相残 师兄 师兄 你还愿师父吗 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忘了 你说真儿对凤林是从心里打了结 这有些一言 那你自己呢 何尝不是心乾难解 这么可可